一位午夜青年太时 每天都在大街上又逛 他并不是游手豪闲 而是在为夜晚的行动做准备 他到每家每户贴上了传单 等到夜晚 这些没有被拆掉的传单 就被他撕掉 然后他就会用闲逐的技巧 将房屋打开 但太时并不是贼 他到屋子里不过去偷房主的金银珠宝 而是选择帮房主洗衣服 还有修电器 太时进到每一个屋子 都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房子一样 随便在冰箱里找点吃的 在屋子里好好地休息 并且会用摄像机 来记录自己在这屋子的经历 平静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 直到太时闯进了一位富豪家后 他的人生才出现了转变 到了富豪家的太时 依旧没有紧张 他还是像往常一样 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家 然后修修电器 洗洗衣服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屋子里并不是没有人 女人在太时身后不断地跟着 他没有警动太时 也没有打算报警 只是在暗住 看着太时的一举一动 在夜晚休息的时候 女人打开了太时的房间 看到了正在做些小动作的太时 被发现后的太时 显得有点惊慌 但女人只是注视着他 而此时家里的电话 却响了起来 太时听到了电话里 那雄性的怒吼 以及女人脸上的伤疤后 她大概知道了 女人经历过的事情 没多久 女人的丈夫回来了 她对着女人开始发现自己的情绪 询问女人为何不顺从自己的意愿着实 说完 就开始对她拳打脚踢 最可悲的是 在伤害完女人后 丈夫却又搂行似水地给女人道歉 并想与她发生关系 一直在院子里 注视着一切的太时 终于忍不住了 她终于知道 女人在这个家里的地位 她身上的伤 都是丈夫带来的 于是太时将丈夫引到了院子里 然后用高尔夫球打伤了她 带着受伤的女人 离开了这个冰冷的家 从这之后 太时的生活 还是继续在白天发着传单 在夜晚开始丢进别人的家中 唯一不同的是 这些日子 她不是一个人的 有一次 他们来到一户拳击手的家中 就在他们准备休息的时候 户主竟然回来了 拳击手痛走了太时 但并没有选择报警 才发现家里没有丢失任何财物后 只是将他们赶了出去 虽然发生了这种事 但太时并没有选择改变生活 而是与女人继续在白天发着传单 然后等到夜晚 继续借用别人的屋子 每日游浪的生活 并没有让女人抱怨 反而让两人更加的亲近 但不幸也很快就来临了 她们像往常一样 打开了一扇门 但屋里却躺着一位已经死去的老人 太时尝试着联系老人的亲人 可却没有人答复 于是太时就跟女人将老人给埋葬了 而他们却不知道想什么 依旧在这个屋子里居住着 但没一会儿 老人的儿子就发现了他们 卢氏 抢劫 杀人 这是老任何词给太时带上的罪名 在警察局里 太时和女人接受着审问 最后女人就被得知了这件事的丈夫 利用关系给带走了 虽然老人最后查明死因是因为癌症 但太时还是私闯了名宅 被丈夫利用关系给关到了老里 而被丈夫带回家的女人依旧面无表情 不管丈夫说什么 她就像哑巴一样 不吵 也不闹 她每天都在街上游荡着 走过的地方 都是和太时曾经居住过的房子 她很想开始 可在监狱里的太时 显然不好过 她一直遭受预警的殴打 可在这艰苦的环境中 她正在学习一项新技能 就是可以让自己躲在人类的视觉死角之内 经过无数次挨打后 她总算靠着这项技能 逃出了监狱 而在太时来到女人家中时 丈夫貌似早就查知道太时的到来一样 可不管她如何寻找 都没有找到 而在屋内的女人 却看到了太时的影子 当她站在镜子前的时候 太时果然出现了 可当丈夫出现在女人身后时 太时却又消失了 女人这一次出奇的温柔 对着丈夫说道 我爱你 第一次感受到女人温柔的丈夫 将她抱在怀里 但女人却吻向了另一个男人 之后的生活触及了瓶颈 唯独不同的是 家里多了一个人 太时就以这样诡异的身份 活在了这个家里 而最后两人在称上的体重 显示 却是威力 但看到导演是惊奇德的时候 就注定这部影片的结尾 将是玄乎其妙的 太时死了吗 还是女人死了 又或者 太时和女人都死了 一个个问题 在许多人脑海中浮现 少年自己也不知道结尾 到底是不是有人死了 这也不是影片想要表达的含义 从太时被抓到警局里 到被狱警殴打 整部电影里 太时和女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她放弃了语言 放弃了辩解 她最终选择在人们背后 180度的世界中生活 那是一个视觉 所看不到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很安静 能感受到她存在的 只有女人 语言是为了分歧而存在的 和真正知晓的两个人 无需多说 爱就在每一次呼吸中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